她是漫威电影中最会花钱的女人 平均一秒就要烧掉300万人民币 作为首位地球的至尊法师 她可以从多元宇宙吸取能量 变出护盾和武器 伸伸手指就能折叠扭曲空间 一掌把人的灵魂打出体外 直接进入异次元世界 她的每个技能都很炫酷 但也是真的费钱 因此早早就被安排领了盒饭 而她的接班人则是漫威系列里唯一一个 用嘴成功拯救了地球的超级英雄 她叫史蒂芬斯特兰奇 在成为法师之前 原本是个顶尖的外科手术医生 开豪车住豪宅带名表 为人相当自负不尽人情 非高价手术不接 非疑难杂症也不接 挑选病人全凭兴趣和心情 因为在她心里 做手术意味着身旺财富以及成就感 而不是拯救生命 直到一次意外彻底改变了她 这天她正驾驶着兰博基尼在山路上狂飙 可因为分心她遭遇车祸 直接从山崖坠落摔得那叫一个惨 虽然人活了下来 但她引以为傲的手却废掉了 看着经脉寸断被钢针插满的双手 史蒂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她再也拿不起手术刀 所有荣誉地位以及奋斗半生的事业都完了 她尝试过各种方法 也做了不少手术 都无法让双手恢复如初 而就在她的人生彻底跌入谷底 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时候 一份康复报告又让她重燃希望 这个在球场上打球的男人 曾在几年前被确诊为全神粉碎性骨折 这辈子都别想再走路了 可如今她却箭步如飞 这简直就是神迹 史蒂芬从对方口中得知 她是在喜马拉雅山脚下 一个叫卡马太基的地方 被一位神秘法师治好的 一听自己还有救 史蒂芬立马花光所有积蓄 买了张单程票来到尼泊尔 可找了几日依然像个无头苍蝇 到处碰壁 直到这一天 她被一群小混混盯上 被摁在地上一顿暴揍 一个黑袍哥突然出现 救下了她 并带她来到一扇破门前 说这里就是她要找的卡马太基 史蒂芬相信江仪的走进去 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古伊法师 他激动的完全忘了礼貌 连问候都没有 就猴急的询问对方 能否治好自己的手 而古伊法师只是淡淡的告诉他 医学做不到的事情 全学可以 依靠内心强大的意念 就能让双手自行修复 这番话让信仰唯物主义科学的 史蒂芬无法接受 并克制古伊是个大神棍 但古伊对此却并不在意 反手就给了她一记黯然销魂掌 灵魂出销的史蒂芬还是不信 说这肯定是刚刚喝的茶有问题 于是古伊法师 只好把她丢进了异次元世界 在穿越过多个次元宇宙之后 史蒂芬彻底服气了 乖乖做起了小学徒 就是奇异博士第一次学习法术 别人都能画出电焊圈圈 只有他画出的是火星子 这时导师走过来查看情况 他赶紧找理由 说肯定是我手受伤了的原因 然而下一秒 一个师兄走上前来 完美掩饰什么叫啪啪打脸 古伊知道史蒂芬天赋异禀 是个好苗子 为了激发他的潜力 专门画了一个传送门 把史蒂芬带到喜马拉雅山顶上 然后转身就走 这里的蒂芬能在几分钟内将人动刺 生死关头 史蒂芬的潜能被彻底激发出来 总算画出传送门 颤颤巍巍地逃回了卡马太基 而自那以后 他仿佛开了翘一门 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 法术突飞猛进 没事就使用空间魔法 从图书室里偷书看 晚上直接灵魂出窍 肉身睡觉 灵魂苦读 这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 一天晚上 史蒂芬在图书室偷读禁书 好奇心驱使 他决定练习一下 只见他双手结印 胸前的阿根摩托之眼被成功开启 时间宝石散发出耀眼的绿光 史蒂芬趁机将时间法阵套在手上 然后对准啃了几口的苹果 掌控操纵时间的方法后 他再将时间法阵 对准被撕毁的书页 成功将其修复 知晓了其中的秘密 而就在他想继续阅读下去时 空间悖论出现了 马上就要被困在里面 好在老王和莫杜吉时出现 这才救下了他 从他们口中得知 胡乱施展时间法术 很容易造成时空混乱 随后两人给史蒂芬 普及了多元宇宙的知识 并告诉他 阿根摩托祖师为了阻挡 来自黑暗次元多玛姆的入侵 曾在地球上建立了三座圣殿 保护地球 分别位于香港 伦敦和纽约 而古一法师千防万防 人心难防 曾经他最爱的弟子卡西利亚斯 为了追求永生的力量 投靠了多玛姆 并杀掉前任图书管理员 撕毁了时间之书 虽然古一法师第一时间就拦住了他们 毫不留情地清理门户 但还是被狡猾的卡西 使用空间魔法给逃跑了 史蒂芬越听越觉得危险 心里只打退堂鼓 毕竟自己来这里是为了治疗双手 并不是来打什么魔法战争的 更没想着保护地球 然而就在这时 直空之门被打开 叛徒卡西已经攻占了伦敦圣殿 此时的他已经彻底臣服多玛姆 从他那儿获得了强大的魔法力量 巨大的冲击波 把史蒂芬炸进了纽约圣殿 卡西也很快杀了过来 看着圣殿守护者被刺中要害 史蒂芬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赶紧变出闪电边应敌 但双拳难敌六手 打不过就只能选择逃跑 卡西立即施展空间法术 史蒂芬直接原地踏步 好在他脑子转得贼快 通过传送门 一脚将一人踹进沙漠 在街上引起背摔 将另一人登进了雨林 但即使单挑 他也根本不是卡西的对手 一番打斗之后 史蒂芬被踹下楼道 而就在这时 一直存放在这座圣殿的神器斗篷 飞身救助 奇异博士完全起 闪亮登场 斗篷加身 史蒂芬直接法力大增 但这斗篷好像有自己的想法 史蒂芬想去拿斧子 而斗篷却偏偏不让 就这样拉扯了两回合 卡西已经又杀过来了 史蒂芬只好顺着斗篷的意思 放弃斧子 赶紧拿起墙上的魔法锁甲 直接扔过去 成功将卡西钳制住 被制服的卡西依旧不老师 一个劲的蛊惑史蒂芬 想让他也投入多玛姆的怀抱 获取永生的力量 还说古一法师就是个骗子 他背地里也是靠从黑暗空间 偷偷吸取多玛姆的力量 才能保持永生不灭 但这番话史蒂芬当然不信 然后他发现 自己施放法术的玄介不见了 正四处寻找 突然被一记飞剑刺中心脏 卡西的小弟冲过来 正要补刀 斗峰再次神助攻 拦住了他 史蒂芬赶紧捡起 对方掉落的玄介 打开传送门 来到了之前工作的医院求助 生死关头 奇异博士的灵魂 从身体里跳了出来 着急但是不能上手的他 只能在一旁指导女医生操作 而同时卡西的小弟 也通过灵魂出窍这一招 成功摆脱斗峰的束缚 杀进了医院 打斗峰 史蒂芬发现电机对他有帮助 于是让女友增加电量 通过电机给灵体充能 对方当场魂飞魄散 而原地复活的史蒂芬 通过传送门找到古一 质问他是不是在利用大家 吸收黑暗力量 好达到永生的目的 古一并没有回答 但却让一旁的默渡坐不住了 作为古一坚定的信徒 他和史蒂芬大吵了一架 这时卡西带着他的小弟们 又重新杀了回来 为了保护圣殿的安全 史蒂芬开启镜像次元 卡西微微一笑 挥动双手 将空间复制分裂 史蒂芬和默渡连忙逃出圣殿 在马路上夺命狂奔 却发现外面也跟着扭曲起来 史蒂芬跳上墙壁 单手画圈打算逃离次元 但被卡西扭动空间打断 在强大的黑暗魔法面前 整个城市都发生了颠倒折叠 根本无处可逃 刚快史蒂芬被卡西正面堵截 扼住了喉咙 命悬一线之际 古伊及时出现 重新整合空间 救下了默渡和史蒂芬 但仔细看他的额头 上面有一个和卡西一样的标记 原来他真的一直都在 从黑暗空间吸取力量 正让一旁的默渡内心受到巨大冲击 他坚守的信仰在这一刻崩塌了 而古伊对此却并没有做什么解释 他的目光只盯着对面的卡西 作为最强法师 古伊单手便可与其对抗 镜像次元里没人是他的对手 惩戒这群叛徒更是不费吹灰之力 但他似乎还是心软了 无法对昔日的爱徒下杀手 而卡西趁机捅了他一刀 将他打出镜像空间 受伤的古伊来不及施法 从高空重重摔在地上 当场领了盒饭 其实他并不是打不过卡西 而是自己选择了死亡 处于灵体状态的他 把史蒂芬叫到阳台 告诉他在漫长的岁月里 自己阻止了许多可怕的未来 但也厌倦了吸食黑暗能量 是时候卸下重任了 在离开前他叮嘱史蒂芬 人只有打破常规 方可成就伪业 想要击败多玛母 就要学会变通才行 绝不能拘泥于规则之下 以史蒂芬的天才和性格 似乎更适合成为至尊法师 听完古伊最后的教诲后 史蒂芬终于觉醒 决定担负起责任 成为守护地球的 新一任至尊法师 林一边的卡西等人 早已带队摧毁了三大圣殿 等史蒂芬赶来时 一切都已经晚了 异次元空间已经被打开 多玛母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地球 世界正面临崩塌的危险 史蒂芬想到古伊之前说过的话 决定打破常规 再次开启阿格摩托之眼 借助时间保湿的力量 将时光倒流回去 卡西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于是一掌将地面打碎 史蒂芬随即摔倒在地 时间法阵也被打碎 周围的空间和时间 都陷入静止状态 为了打破僵局 史蒂芬主动飞进黑暗宇宙 给自己施展了时间循环魔法 决定面对面跟多玛母谈判 作为黑暗世界的老大 多玛母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一发能量光线就将史蒂芬肢解 但下一秒 史蒂芬又活了过来 就这样两人开始互相较劲 被杀复活 被杀又复活 一直循环往复 只要史蒂芬不解开魔法 他们就会无休无止地困在循环之中 永无安宁 最终多玛母快被烦死了 不得不妥协 答应史蒂芬提出的条件 带着信徒们离开 永远不再侵犯地球 而史蒂芬则用时间魔法修复了圣殿 世界又重新恢复了和平 但另一边 信念已然崩塌的末度 决定和他们分道扬镳 史蒂芬回到了圣殿 将宝石放回原处 或许只有下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 才是他重见天日之时 今天这部《奇异博士》就讲到这里 作为近年来最炫目的特效大片之一 他的视觉冲击 绝对能在漫威系列排得上号 如果小伙伴看了第一部之后 感觉意犹未尽 也不用着急 因为《奇异博士2》预计2022年上映 届时将会继续沿用原班人马出演 而第一部里面信仰崩塌的大师兄末度 也将会以反派末度男爵的身份出现 这算填了第一部结尾时的彩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鲜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